大家好,我是狸猫 今天来聊聊最近 戴口罩会遇到各种状况 天天在口罩出门 搭车时要戴着口罩 上班也要戴着口罩 五小时也要戴着口罩 连续戴口罩好几个月下来 整个人像回到青春时期一样 嘴巴长出数以万计的痘痘 近期使用脸部解锁的手机用户 每个人都想换指纹解锁手机 因为想戴着口罩打开手机 根本超难 接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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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 接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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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的风光水头接锁数 我的手机不会是我 网路上也有好多戴口罩 可以解锁的方法 感觉这招很不错 原来只要这样这样设定 在那样那样设定就好了 最简单,我来试试看 答案 你也不解锁那时啊 请输入密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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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到才去买脸部解锁的手机 又贵又难用 指纹解锁才是王道 刚拿到饮料 就是饮料最好喝的时机 此时不喝将遗憾终身 看起来好好喝哦 可是周围好多人在讲话 这个时候脱口罩太危险了 我不能冒这么大的险 看来只能使出内藻了 口罩边缘同喝素 首先把手指头塞进口罩的内侧 记得绝对不能碰到肮脏的口罩外侧 掀起一个缺口后 迅速的把吸管塞入 这样就能成功喝到干净的饮料了 对不起 吸管碰到了口罩外侧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 我不能再恨你了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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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来一定有人可以好好的对待你的 您好 一共是87人 好 那我要用赖皮配 咦 后面有很多排队 不要闹 不要闹 咦 你看清楚我的脸 咦 你是我的手机 快点我解锁 谷法 电视远幕 谷法 电视远幕 我们要做法完成了 我还没有解锁 啊 解锁了欸 嘟 打噴嚏沒有嘴 但脫口罩打噴嚏 不行 這邊分享一件事情 上次我跟朋友去吃法店員端菜上來介紹的時候 他有戴口罩講話 但口罩整個都給我戴在下巴 口罩根本就只是在保護下巴 介紹的時候恐目很飛 吃完之後我朋友就上Google給了他們一個負評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真的要戴好口罩 戴好代報 OK 掰掰 記得訂閱一下囉 按讚